每一个人都希望在这个世间有所成就 今天就让我们透过金刚经来和大家分享 如何喜悦自在地达到人生最大的成就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的多多阅读单元要跟大家分享 星云大师著作的成就的秘诀金刚经 在本书的自序中作者开宗民意的说 魔法是用来实践的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离不开见闻觉知 人我大众 若能将这些一切都用来成就自己的修行 才能够真正的在读经之外做到行经 如此一来 我们就是在生活的行住坐卧间修行 最终得以在复杂的人世间成就 在本书中 作者用浅白的表达和故事举例 让我们了解金刚经中所阐述的重要观念 并整理出整部金刚经的四大要义 无相不失 无我度生 无助生活 无得而休 我们将在后续的影片中陆续介绍这四个主题的内容 如果你和我一样这么期待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且把这则影片分享给身边需要的朋友哦 作者说我们想要度过烦恼度过困难度过生死 进一步转苦为乐 转差别为平等 转烦恼为菩提 就需要了解并实践金刚经中的智慧 进而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对佛教来说 成就就是因缘果收 从烦恼迷惘的此案到达清静了物的彼岸 而一般所说的六度 六波罗蜜 就是六种得度的方法 它们分别是 布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叛波人 布施是把自己所拥有的或知道的施予他人 包含财务的布施 魔法的宣扬 和信心的给予 都是布施的其中不同的面向 借此来断除五读中的 叛 持戒就是透过调整自己的行为 来获得幸福的一种练习 例如 不杀身而护身得长寿 不偷盗而喜舍得财富等等 菩萨能忍一切众生的侮辱 以此来断除五读中的称 这也就是忍辱波罗蜜所讲述的概念 精进 包含身体行为上的精进 和心意上的精进 以两方面的经济来断除五读中的 满 禅定是心无杂念 以断除五读中的 疑也就是散乱 最后一个波罗是智慧 用来破除无名和鱼痴 作者更巧妙地用打篮球来比喻六度 传球给队友 让队友上篮得分 助攻就是不失 遵守球场规则是持戒 球赛中状况激烈 对于推积碰撞的忍耐是忍辱 而平常的精进练习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 则是精进的一种呈现 最重要的是 除了锻炼球技 更要增长战略和智慧 而它就是波罗了 要知道的是 在修持前五度时 必须要带着最后第六度的智慧 若没有波罗其他五度 是无法究竟的 由此可知智慧是一切行持的根本 也是佛法的根本 我们在进行不失 持戒忍辱 精进禅定时 都必须智慧随行 才能真正地跨越烦恼 困难和生死 到达涅槃的彼岸 把华经中说 三界无安 犹如火柴 色界 欲界 无色界 都像是着火的房子 只有让自己的心清凉了 才能逼退众生身上 炙热逼生的火 而唯有第六度的波罗智慧 才能让我们成就 因此 金刚经揭示成就的秘诀 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住就是执着 尤其对自我的执着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放下 自我中心的想法 放下对自我价值判断的执着 不再紧抓着一个念头牢牢不放 或让自己的情绪 执迷于爱恨悲欢中 太过于在乎自我的厉害得失 无论是哪一种执着 只要心有所住 都令我们无法了悟 生命真实的轻重缓急 唯有放下所有执着 才能操脱一切 获得真正的自由 在因无所住的真空当中 生其心而产生的妙容 让我们从虚妄 执迷的彼岸度往 长乐清净的彼岸 转炎热的世间为清凉国度 转着恶的烦恼为流离法界 达到无辱而不自得的自在境界 金刚经中一开卷 佛陀就以日常的穿衣吃饭告诉我们 如何在生活中的行住坐卧间 体会并实践智慧的生活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舍卫国 其数级孤独园 与大碧秋众千二百五十人聚 而时世尊时时 着衣持拨 入舍卫大城起时 于其城中四地其矣 还至本处 饭食器 收衣波 洗足以 夫坐而坐 这段经文的内容是 阿难尊者说 他从佛陀那听闻 那时候佛陀住在舍卫城的孤独园中 有一千两百五十位弟子随室左右 吃饭的时候 佛陀穿上袈裟 拿着饭波 带领弟子们走进城中 挨家挨户脱波起时 之后回到孤独园中 吃完饭后 佛陀将衣波收拾好 洗尽了脚 铺好座位 盘腿而坐 作者说 着衣持拨 象征 绿仪的严肃与安详 是持戒波罗蜜 入舍卫城中 起时 与众生结缘 以便传播佛法 行法不识 事不失波罗蜜 起时时 不论满波 空波 食物好坏 都平等适之 是忍辱波罗蜜的事件 佛陀从入城起时 到收衣波 一切不假 他人之手 是精进波罗蜜 洗足以 付作而坐 此时是禅定波罗蜜 而佛陀一日的生活 从穿衣服 到吃饭洗足 这些呈现在外的生活形象 先是以波罗智慧为核心 将智慧妙用于生活的行住坐卧 而成就了波罗波罗蜜 作者说 金刚经以平凡无奇的日常生活作为开卷 而不是展现神通的现象 就是揭示要我们以自己内心本自剧毒的波罗智慧 在平凡的生活事件中过放光的波罗生活 作者说 我们一辈子都有顿悟的机会 每天都有顿悟的时刻 赖床的人每天在迟到的苦恼中顿悟要早起 体能见差的人每天都顿悟要运动 但是习气难改 了悟之后还需要在现实的实践中体会 若是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落实 是非得失不能放下 就不是契合金刚经的智慧生活 因此说 生活便是禅 将佛法智慧和生活紧密连结 才能逐渐度过烦恼苦恶 得大自在的境界 因此 成就生命的秘诀 不是别人给的 它是我们内在本具的 是对于成就的愿力 加上实践的执行力 以波罗智 金刚星活出生命的大自在 在下集的影片中 我将继续跟大家介绍 金刚经的四大要义 无相布施 无我度身 无助生活 无德而修 及他们如何实践于现实人界 这些重要的智慧与应用 将生生世世的改变我们的生活 和未来 是非常重要又精彩的资讯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哦 以上是本集针对 成就的秘诀 金刚经内容的分享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喜欢 帮忙分享 同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影子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